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小小科技 我是蒋正林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台华为Nova 6 SE的维修案例 这个机器是重甩 屏幕已经是内爆了 客人他自己更换了屏幕以后发现不能充电 然后他也更换了电池 是可以开机 功能也都是正常的 但是显示充电充不进去 反而越充越少 直到用到没电以后就再开不起来了 现在充电就是这个样子的 充电的标志一出来就没了 再出来又没了 然后仿佛重复这样子 就是充不上去 那么在我们实际维修当中 像这种故障 我们一般都会考虑自举升压电路 当我拆出主板的屏蔽罩以后 发现他这边很多元器件 都已经有一些明显的松动了 这个电感就直接已经掉下来了 当我补回去以后 还是不能充电的 那么这个机器又没有图纸 经过我的比较以后 发现他的充电电路以及芯片 和华为P30的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放图纸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芯片 挪娃6SE跟华为P30的是一模一样的 点位也是一样 型号一样 这就是它的自举升压电路了 C1609和L1601 正常的情况我们是要先换它的 但是仔细检查 发现它这边掉了一颗电容 C1613 这边一个并联电容 由于这个机器摔的实在太重了 所以下面的焊盘已经脱落了 那么补上线以后 再装上这个电容 故障就解决了 所以在实际无修当中 我们要根据机器造成故障的实际情况去检修 这样才不会走弯路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